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上到耶和华面前 会幕的同坛那里 献一千牺牲为凡计 当夜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你曾向我父大魏大师慈爱 使我揭许他做王 耶和华神啊 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魏所应许的话 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 他们如同地上沉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 我好在这民前出入 不然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 你既有这心意 并不求资才 丰富 尊柔 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又不求大寿数 只求智慧聪明 好判断我的民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资才 丰富 尊柔 在你以前的猎王 都没有这样 在你以后 也必没有这样的 于是 索罗门从几遍秋潭会幕前 回到耶路撒冷 治理以色列人 索罗门聚集战车马兵 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 是金银多如石头 香伯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索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 是王的商人 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 每辆驾营六百摄克勒 马每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人猪王和亚兰猪王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第二章 索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民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 索罗门就挑选七万扛台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三千六百都宫的 索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 你曾运香薄木 与我赴大魏建宫居住 求你也这样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分别为圣献给他 在他面前焚烧美香 常摆陈设饼 每早晚安息日月朔 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旗献凡祭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 因为我们的神志大 超乎诸神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 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我是谁 能为他建造殿宇吗 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现在求你拆一个巧匠来 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 珠红色 蓝色线 并精于雕刻之宫的巧匠 与我父大魏 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预备的巧匠 一同做工 又求你从利巴嫩 运些香薄木 松木 檀香木 到我这里来 因我知道你的仆人 善于砍发利巴嫩的树木 我的仆人 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 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你的仆人砍发树木 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 二万戈尔 大麦二万戈尔 酒二万巴特 油二万巴特 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 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赐给大魏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使他又谋略聪明 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公事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又聪明的人去 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 是弹芝派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 他善用金 银 铜 铁 石 木 和紫色 蓝色 珠红色鞋 与细麻制造各物 并金鱼雕刻 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功 请你派定这人 与你的巧匠和你父 我主大魏的巧匠一同做公 我主所说的小麦 大麦 酒 油 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 从利巴嫩砍发树木 扎成法子 浮海运到约帕 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魏 属典住在以色列地 所有寄居的外邦人 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 十七万人扛台材料 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 三千六百人独立工作 三千六百人 三千六百人